你们的集体期末考试 亲爱的人们,你们可能不会感到充满希望,反而是觉得沉重和有负担。这些是不必要的感觉。来自宇宙的我们,知道当前地球事件的结果。但是,我们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帮助你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。 由于疫情,你们的外部导向的活动被取消或者显著改变。现在疫情的恐惧已经减少,你们又受到欧洲事件和金融的影响。 我们曾预言你们的个人体系和地球架构将败落,只会在一个更有矮的框架中重新出现。但现在,你已经深陷那种结构性重建。你可能会觉得,自己再也无法参与其中。多一天都不行。 当然,这种情况不是真实的。因为在过去当你被外部所导向,当你还是受恐惧所驱动的人时,你实际上经历了更多。 你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恐惧。这是因为你已经对恐惧变得超级敏感。 恐惧不再是你的主导情绪。因此每一次恐惧经历,都让你感到如座针毡。 鉴于包括媒体在内的许多人,现在表现出的恐惧,你会情不自禁地担惊受怕。害怕你数月或数年的转变,都变成徒劳的。 在之前的地球声势中,你们试图通过宗教秩序或个人活动,来体验内在导向的爱。 所有这些都失败了。因为那些声势是为这一世,为这一转变做准备的。 因此,你很难看到恐惧之外的东西。 这些恐惧是由一些外部导向的存有发起的。 它们试图让你回到层出不穷的恐惧中。 你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恐惧的情绪而惩罚自己。 你现在的恐惧大多与过去的事件有关。 我们的信息,以及许多渠道的信息,是你终将消除深深隐藏的恐惧。 你也确实可以做到。 只是不像你想的那样。 你可能认为,在你转变期的这个时候,你不会被外部导向的活动所伤害。 然而,除非你们集体这么做,否则你们无法释放,来自先前的地球经历中,试图从外部导向转向内部导向时,所遭受的痛苦。 你们中的一些人,正在恢复亚特兰蒂斯或列姆里亚的记忆。 其他较小规模的团体尝试可能是通过做社会工作,或者在修道院,尼姑安或类似的场所进行的。 没关系,这是你们的集体恐惧进化。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怀疑,恐惧的释放是否会有结束的时候。 来自宇宙的我们,想要告诉你们,这是一个庆祝前的事件。 你们正在集体释放,隐藏了如此之深的恐惧。 它伸到你们无法以个体的形式,去将其释放出来。 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人,为这场最后的恐惧考试而觉醒了。 尽管你们可能觉得这不是真的,但你们确实正在轻松地通过这场集体恐惧考试,而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。 也许你想知道,鉴于这么多人刚刚觉醒,这怎么有可能呢? 那些刚刚觉醒的人,不需要像你一样经历同样的阶段吗? 是的,但不一定要以相同的时间框架或顺序。 因为那些现在觉醒的人,正在沿着你的先驱者入境而前行。 他们的时间框架与你的不同。 这是一场全体的期末考试。 尽管参加这次期末考试的一些人,会回到个人恐惧因素,但其他人不会。 你们自愿发起这一转变,所以你们在这一世的地球生活开始之前,就在身体上和精神上,为你们在泥潭中艰难跋涉的漫长转变做好了准备。 那些跟随你的人,可能在先前的声势中,或者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,完成了这些步骤中的许多步。 这都没关系。 重要的是你们要联合起来,齐心协力地参加这场集体期末考试。 是时候,生活在爱中了。 这是大多数地球存有内心的呐喊。 你们的努力正在为你们赢得最光荣的礼物。 和平与爱。 必是如此。 非常感谢。 就是渐can小火之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